全唐诗卷2449 愁成言秋叶集市见赠寒红 长殿迎风早 空尘淡月华 星河秋一雁 真主叶千家 劫后看英晚 星期卧一舍 向来银秀聚 不绝以名押 全唐诗卷2449 愁成言秋叶集市见赠寒红 长殿迎风早 空尘淡月华 星河秋一雁 真主叶千家 劫后看英晚 心期卧一舍 向来银秀聚 不绝以名押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修长的竹枝早早迎接着秋风 淡淡的月华 洒满了空城 一只红燕向银河飞去 寂静的夜里 传来千家万户 导一的真声 季节飞快推移 转眼以秋冬 闲散里 我空还着未曾了却的心意 我反复吟送你秀美的诗句 不绝天色江小 已听见早鸭乱提 这首诗具体创作年代已不祥 诗意为成年 有秋夜即逝 诗来赠 韩红做本诗 筹达之 就六七句观之 当为诗人贤居无止止所作 韩红生俗年不祥 自军平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诗才子之一 韩红久在君墓 其诗多为送别仇赠之作 颇富盛名 其诗封富力华美 异于诸人 五律喜恋清丽 家具迭剑 愁成年秋夜即逝见证 提僧房 送故人归辱为其名作 七律与技巧元熟著称 送客水路归陕 同提鲜油管 等为大力七律家构 古诗 奉送王相公进 赴幽州寻编 送孙泊赴云中 气室陈雄 为大力编赛师之名作 七诀则风华秀礼 为中唐名家 新唐书 一文治四 注录诗集五卷一役 名人极有 韩君平吉 全唐诗存诗三卷 全唐诗外边捕诗二首 看英晚 心机卧一役 心机卧一舍 全唐诗卷二四五四四 寒时 寒红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时东风玉柳邪 日暮汉宫传蜡烛 清烟散入武侯家 全唐诗卷二四五四四 寒时 寒红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时东风玉柳邪 日暮汉宫传蜡烛 清烟散入武侯家 这首诗大致的内容是 春天的长安城里 没有一处不飞舞 这落花 在寒诗节这天 东风把皇宫中的柳丝 吹得倾斜 寒时节本应尽火 但黄昏时 皇宫中却传刺蜡烛燃火 那蜡烛的清烟飘散在 尽兴大臣之家 寒时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 古人每逢此节 前后三天不生活 只吃现成冷食 故称寒时 据《西经》杂技记载 在汉代寒时这天 虽然全国都尽火 但皇帝却嗓赐给侯门贵族 以蜡烛 特许照明 以示恩宠 唐城汉智 因袭旧历 也在寒时传出示恩 这首诗具体作年代不祥 如果作于唐玄宗时 则武侯当指杨贵妃的哥哥 杨国忠及其姊妹等 若是作于安史之乱后 则是指唐代宗以来 全是日盛的宦官政治集团 他们专善朝政 使得中唐政治日趋腐败 有如汉末之事 韩红见到皇家恩泽 只会及上层 于是在这首诗中 微露出讽见之意 韩红生族年不祥 自君平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韩红久在君墓 其是多位宋别仇赠之作 颇付盛名 其师封富利华美 异于诸人 武律喜利 清利加剧迭剑 愁成言秋叶 即是见增 提僧房 宋故人归鲁为其名作 七律以技巧原书著称 宋客水路归陕 铜提鲜油管等 为大力七律佳作 古诗 奉送王相公进 赴幽州寻编 送孙泊赴云中 气势雄辰 为大力边塞师之名作 七爵则风华流利 为中唐名家 新唐书 一文志四 著诗集五卷 以译 名人极有 韩君平集 全唐诗存诗三卷 全唐诗外边 补诗二首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时东风 玉柳斜 全唐诗 卷二四五 四四 素十亿山中 韩红 浮云不供此山骑 山矮苍苍望转迷 小月斩飞高树里 秋河隔在树风夕 全唐诗 卷二四五 四四 素十亿山中 韩红 浮云不供此山骑 山矮苍苍望转迷 小月斩飞高树里 秋河隔在树风夕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天上的浮云不能与此山平齐 山矮苍苍苍苍苍 远望反更迷离 佛小 湾月暂时飞引到高树里 秋叶的银河远隔在树风以西 韩红的生族年 暂无法缺考 此时的具体创作时间也难以考证 他大概是韩红后期 在辩诵 宣武决度使幕府时期 图清太行山夜宿十亿时 所作 韩红 生族年不祥 自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诗才子之一 韩红久在军墓 其是多位送别仇赠之作 颇富盛名 其是丰富 华美 异于诸人 五律喜恋 清丽 加剧叠剑 愁成年 秋叶 集市见赠 提僧房 送故人归鲁 为其名作 七律以技巧 元熟著称 送客水路归陕 同提鲜油罐 等为大力七律加构 古诗 奉送王相公 进赴幽州寻编 送孙坡 赴云中 气势陈红 为大力编赛诗之名作 七爵则风华流利 为中唐名家 新唐诗 一文之四 著陆诗集 五卷 一译 名人即有 韩军平集 全唐诗 存诗三卷 全唐诗外编 补诗二首 小月 散飞高树里 秋和隔在树风夕 全唐诗 卷 二四五 六二 继柳诗 寒红 张台柳 张台柳 颜色轻轻 金在否 纵使长条四旧锤 也应攀折他人手 全唐诗 全唐诗 卷 二四五 六二 继柳诗 寒红 张台柳 张台柳 颜色轻轻 金在否 纵使长条四旧锤 也应攀折他人手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借问张台的柳啊 过去你是那样 婀娜多姿 如今你还和往日一样吗 纵然那细长柔嫩的枝条 飘垂如故 恐怕也被他人攀折得不像样了 寒红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他与柳氏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据唐人许姚左柳氏传和孟启本世纪记载 韩红少妇才名 孤真静默 所与有者皆当时明事 以父家理生 父弃爱财 因看重韩红 遂将家中一歌迹柳氏赠予韩红 安史之乱爆发 长安洛阳两京陷落 侍女奔害 柳氏以色独居 恐不免 便落发为泥 不久柳氏为藩将沙托利所结 宠之专房 时 韩红为资清节度室 侯西义 府中书记 经诗收复后 韩红派人到长安寻柳氏 并准备了一百口袋 袋装杀金 袋上提了此诗 当柳氏在长安接到这个口袋后 捧石乌热并写了 达韩红一座 杨柳之 达韩红 杨柳之 芳妃解 可恨年年 赠离别 一夜随风呼抱秋 纵使君来 起堪折 韩红 生俗年不祥 自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诗才子之一 韩红久在君墓 其诗多为 宋别仇赠之作 托付盛名 其诗风 富丽华美 异于诸人 武力喜炼 清力 家具迭剑 愁成年 秋叶 集市见赠 提僧房 送故人归鲁 为其名作 七律以技巧 圆滑著称 宋客水路归陕 同提鲜油管 等为大力七律佳作 古诗奉宋王相公 晋 赴幽州寻编 宋孙坡 赴云中 契室陈雄 为大力编赛师之名作 其角则 风华流利 为中唐名家 新唐书 一文字四 著录诗集五卷 以义 名人即有 韩君平集 全唐诗存诗三卷 全唐诗外边 补诗二首 纵使长条四旧锤 也应攀折他人首 全唐诗卷 二四五四四 同提鲜油管 韩红 仙台下见五城楼 崩雾七七 肃语收 山色摇帘 琴树碗 真声劲爆 汉宫秋 书宫 隐落空谈境 细草香弦 小洞幽 何用别寻方外去 人间异字 有丹秋 全唐诗卷 全唐诗卷 二四五四四 同提鲜油管 韩红 仙台下见五城楼 风雾七七 肃语收 山色摇帘 琴树碗 真声劲爆 汉宫秋 书宫 隐落空谈境 细草香弦 小洞幽 何用别寻方外去 人间异字 有丹秋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在仙台上刚见到五城楼 夜雨出庭 景物冷落 几几净 小山翠色 摇帘 秦帝树木 汉宫 真声 暴训 寒秋 来临 空谈 澄清 疏松 影落水底 小洞 清幽 细草 芳香 一吟 何必去寻找 世外的仙境 人世间就有美好的桃源 作者韩红 自军平 生族年不祥 南洋人 天宝十三载 公元七百五十四年 近世吉地 宝映年间 在资清节度史 侯熙义幕下 任从事 后随侯熙义回朝 贤居长安十年 大吏后期 先后入汴宋 宣武节度史幕府 为从事 建中初 公元七百八十年至七百八十三年初 唐德宗赏识其韩石一师 任驾步郎中 至之告 关中中书摄人 为大吏十才子之一 其师多纵行赠别之作 善写离人旅途景色 节奏朗然 淡乏情思 亦无深知 笔法轻巧 写景别致 在当时传颂很广 名人有 韩君平吉 全唐诗 仅存诗 三卷 何用别寻方外去 人间一字 有丹丘 全唐诗卷 二四五五六 宋诗书 宋客贬五夕 寒红 难过原生一竹尘 回看秋草泪沾金 寒天暮雪空山里 几处 几处满家是主人 全唐诗卷 二四五五六 宋客贬五夕 寒红 难过原生一竹尘 回看秋草泪沾金 寒天暮雪空山里 几处满家是主人 寒红生足年不祥 自君平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寒红久在君墓 其诗多为 纵别仇赠之作 颇富盛名 其诗丰富华美 异于诛人 武律喜炼清丽 家具迭剑 愁成年秋叶 集市见赠 提僧房 纵故人归鲁 为其名作 漆律以技巧 原书著称 送客人水路归陕 铜提鲜油罐 等为大力漆律加构 古诗 奉送王相公 进赴幽州寻编 送孙坡 赴云忠 气室陈雄 为大力边塞师之名作 其决则风华流利 为中唐名家 新唐书 义文质四 注录诗集五卷 以译 名人己有 韩君平级 全唐诗存诗三卷 全唐诗外边 补诗二首 寒天暮雪空山里 几处蛮家是主人 全唐诗卷二四五五二 赠礼义 韩红 王孙别舍雍诸轮 愿空明乐此身 门外碧潭春喜马 楼前红竹夜莺人 全唐诗卷二四五五二 赠礼义 韩红 王孙别舍雍诸轮 不现空明乐此身 门外碧潭春喜马 楼前红竹夜莺人 这首七诀是赠礼义的 这个礼义不知何许人 作者称他为王孙 可知是皇族 别舍就是别墅 这位王孙不住在府地中 而住在别墅里 而这个别墅门前经常 簇拥着许多达官贵人 乘坐的车子 这第一句七个字 已勾勒出 这首七诀是赠礼义的 礼义是一个顽固公子了 第二句恭维他 奢侈的生活 说他为了不现空明 而使此身得到享乐 这样一说 显得他的追求 享乐是很高尚的了 第三四句描写 这位贵公子的奢侈生活 只允许用十四个字要概括一个贵族公子的奢侈生活并不容易 你看作者如何处理 你看作者如何处理 他选择了两个特征 在这别社的大门外 绿水滩中 义夫都在洗刷马匹 可知他们的主人还在这里饮酒作乐 一时还不会回家 别社的楼前还点着红烛迎接客人 可知 虽在晚上还有宾客要参加宴饮 这两句说明了一个情况 朝朝取乐 夜夜追欢 韩红自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天保十三载 公元754年考中进士 宝应年间 在资清节度史 侯继义幕府中 任从事 后随侯继义回朝 贤居长安十年 建中年间 因作韩石诗 被唐德宗所赏识 因而提拔为中书摄人 韩红诗笔 清巧写景别致 在当时传颂很广 诗多写 送别唱客题材 如韩军平诗集 全唐诗 全唐诗存录其诗三卷 门外碧坛春喜马 楼前红竹夜迎人 全唐诗卷2439 宋客之江宗 宋客之江宁 寒红 春流宋客不应舍 南入徐州见柳花 朱雀桥边看淮水 乌衣向礼问王家 Hun 千链! 千链万景 无多事 辟护开门 向山翠 蜍云昭下石透城 江燕双飞瓦冠寺 无事风流甚可亲 相逢家赏日英心 从来此地夸阳烙 自有纯耕定确人 全唐诗卷2439 宋客之江宁 韩红 春流宋客不应奢 南入徐州见柳花 朱雀桥边看淮水 乌衣向礼问王家 千驴万景无多事 辟户开门向山翠 楚云昭夏石头城 江燕双飞瓦冠寺 无事风流甚可亲 相逢家赏日英心 从来此地夸阳烙 自有纯耕定确人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春江流水 你载着有人的小州 远去复任 你不要迟滞 有人你成州南下 途经徐州 你可以观赏到那里 漫天飞扬的柳絮 江宁成中 朱雀桥畔 你可以静看那千年流淌的 秦淮河水 幽幽乌衣向中 你可以探访旧时王谢大家 城里乡下 街屋多少事 老百姓安居乐业 一片悠闲 打开门窗 北方就可以看见 对面苍翠的青山 江宁成中 朝霞红艳满天 瓦关四旁 江上燕子双飞 一派田然 无地才子 风流倜傥 平易近人 与之相遇 自有高谈阔论 相见恨晚 岁月也因之日日变心 从来北方夸赞洋老味美 其实江南的纯耕才更加可人 韩红自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天保十三载 公元754年 考中进士 宝应年间 在资清节度时 侯熙熙目下任从事 后随侯熙熙回朝 咸居长安十年 建中年间 因作韩石诗 被唐德宗所赏识 因而提拔为中书摄人 韩红 诗笔 轻巧 写景别致 在当时传诵很广 诗多写 送别畅贺题材 如韩军平诗集 全堂诗 存其诗三卷 春流送客不应奢 南入徐州见柳花 全堂诗 全堂诗卷 二四四七 送故人归鲁 韩红 鲁客多归星 居人畅别情 雨于山袖冷 风急马蹄青 秋草 秋草 临光殿 寒云驱腹成 知君拜钦后 少妇下机营 全堂诗卷 二四四七 送故人归鲁 韩红 鲁客多归星 居人畅别情 雨于山袖冷 风急马蹄青 秋草 临光殿 寒云驱腹成 知君拜钦后 少妇下机营 韩红 自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天宝十三载 公元七百五十四年 考中进士 宝应年间 在资清节度史 侯熙义幕府中任从事 后随侯熙义回朝 贤居长安十年 建中年间 因作韩诗 被唐德宗所赏识 因而提拔为中书摄人 韩红诗笔法 轻巧 写景别致 在当时传颂很广 诗多写 送别唱歌其哉 如韩军平诗集 全汤诗 陆存其诗三卷 雨于山袖冷 风集马蹄青 全汤诗 卷二四五五 送客归江州 韩红 东归富德采真油 江水迎军日夜流 客舍不离清雀坊 人家就在白欧洲 风吹山带摇之雨 路诗和尚已抱秋 闻道全名 居止尽 兰鱼相网 未烟流 全汤诗 卷二四五五 送客归江州 韩红 东归富德采真油 江水迎军日夜流 客舍不离清雀坊 人家就在白欧洲 风吹山带摇之雨 路诗和尚已抱秋 闻道全名 居止尽 兰鱼相访 未烟流 这首诗 大致的意思是 你此番东归故里 又可以做庄子 所说的彩真之油了 日夜奔流不息的江水 是在欢迎你回去 为你高兴 你时速不离那 话有清雀的船坊 你的家就在那 白欧祥吉的沙洲之上 清风吹拂着 山间如带的白云 那是要下雨了 路珠沾湿了 你荷叶做成的衣裳 提醒着你秋天已至 听说陶渊明居住的地方 就在附近 你乘着逐教前往拜访 久久不愿离去 这首诗的创作具体时间 不得而知 根据诗题及诗的正文可知 作者在江边 送别了器官归隐的友人 归故土江州 满含深情创作了这首诗 韩红 自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是大力诗才子之一 天保十三载 靠中进士 宝应年间 在资清节度史 侯熙义幕府中任从事 后随侯熙义回朝 贤居长安十年 建中年间 因作韩石诗 被唐德宗所赏识 因而提拔为中书摄人 韩红诗笔法轻巧 写经别致 在当时传颂很广 诗多写 送别畅贺题材 如韩红平诗集 全唐诗 存录其诗三卷 全唐诗 卷二四五三 送客水路归陕 韩红 湘风干颖 小来邪 渭水东流去不奢 枕上未醒 秦帝久 周前已献 闪人家 春桥杨柳 英其夜 古县 唐梨 也作花 好事 乌贤 家赏地 行逢三月 会连杀 全唐诗 全唐诗 卷二四五三 送客水路归陕 韩红 湘风干颖 小来邪 渭水东流 去不奢 枕上未醒 秦帝久 周前已献 闪人家 春桥杨柳 英其夜 古县 唐梨 也作花 好事 乌贤 家赏地 行逢三月 会流沙 作者 韩红 自军平 南洋人 唐代诗人 生族年不祥 是大力十才子之一 天保十三载 公元七百五四年 考中晋士 宝映年间 在资清节度指 侯熙义墓中 任从事 后随侯熙义回朝 闲居长安十年 建中年间 因作韩石 是被唐德宗所赏识 因而被提拔为 中书摄人 韩宏 诗笔法 轻巧 写景别致 在当时传颂很广 诗多写 诵别 唱贺题材 如韩军平诗集 全唐诗 陆其诗 三卷 春桥杨柳 英其夜 古县 唐梨 也作花 一幕之后 中乎 澳 一幕之后